请问您联合国大会主席 和联合国秘书长 谁才是联合国的一把手 我突然觉得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问得好有道理 联合国大会主席 我们经常听联大主席 联大主席 和联合国秘书长 谁才是联合国的一把手 这个问题提得有意思 对吧 它是联合国机构设置的 对 机构的设置 其实联合国 准确地讲没有一把手 因为这是主权国家 参与的国际组织 主权国家讲究的是平等 而且联合国现场讲得很清楚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其实他们都是服务员 那谁是最重要的那个打工者 也不能说谁重要 就是但是秘书长呢 他当的时间长 所以大家老觉得 他怎么五年才又换一下 而联大的主席 是每一年都换 每一年都换 所以应该说 大家能看到秘书长的 这个面孔和他讲话的机会 要更多一些 因为他要出来 对一些重大问题 他要做一个表态 虽然都是 有带有联合国三个字 但是联合国大会 其实是属于联合国的 一个机构吧 对 是的 所以您这么一讲完 大家就明白了 联合国没有一把手 我认为他没有一把手 他是主权国家 参与的一个国际组织 这是他新型 对 只能说谁打工 打得更累一点 你这个说得有意思 我认为他能够认识 我认为他能够认识